我也是跟柏豪有聊天的 我自己也有跟他講 當然大家都覺得這件事很有趣 但其實我們不是因為對方有任何舉動而去選擇 因為這是你的事業 你無論如何都要為自己負責 所以那件事不會因應別人 你去這家人 我走 我覺得這件事大家想得太過神功氣了 本來柏豪都有跟我的訊息的時候 他說世事都很奇妙 確實地他現在在音樂上定位都很鮮明 他其實都可以嘗試不同方面的發展 令到多些觀眾去認識 只不過我選取的態度是 如果在音樂上我訂立的音樂品牌可以再鮮明些 不知道可以做到一些什麼 我亦都很醉心在音樂上 我亦都覺得這是一個很美麗的誤會 大家會想多了 最不足的地方 我想是去面對自己的這一環 應該這樣說 其實因為確實地很舒坦 之前的環境 亦都不需要很多很突破的事情 去所謂經營自己的音樂品牌 可能亦都會有很高度的人氣 很高度的注目度 但是我心想如果我真是 我當自己一個惡迷 我去看許廷鏗的話 或者我去追隨他的音樂 或者我想去看他的秀才說 我會因為一些什麼而去看他 或者我會是因為 我想在這個歌手裏面 聽完他的演繹之後 可以帶些什麼回家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 在歌手上面的一個營養 所以就要讓自己去面對這種所謂的怯 或者面對這種恐懼 所以這些東西才會有血有肉 做的歌曲才會真實一些 我希望大家在這些歌曲感受到一些東西 其實很實在的 原因是因為要打兩份工作 但是我亦都覺得 當然如果我當自己是 一個全面的藝人這樣看 其實是吃虧的 其實是曝光 例如大中華的地方 會沒有那麼多人認識 或者是感覺上 沒有那麼多元化 我的演藝事業 但是我真的覺得 其實我有一個這樣的心態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妄想 但是我們真的覺得 以前所謂的天王巨星 其實很多都是可以單妻 可以很專注地做一件事 然後是被人覺得很值得支持 因為他有這種的專注和堅持 其實我在音樂事業上 慢慢擺多了很多秘重 自己反而是覺得自己不足 或者之前的電視台的世界 我看到人家說 每個都是06到25 全部都是去拍劇 或者他們為他們自己的演藝事業 去這麼努力的時候 我覺得 是不是可以 自己都加多幾千肉緊 去專注在我的音樂上面呢 既然自己是選擇的音樂這條路 不如就真的嘗試加多點力 所以為什麼 其實轉了會差不多 一個多兩個月左右 但其實這碟已經做起了 就是因為自己都很多 很想快點去Dry自己 去做多點東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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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學後未再見 同樣真心的感激每段淵源 應該這麼說 因為我從一開始 其實我是脫離過香港樂壇一段時間 我不是入行之後 我講到我自己聽歌 我是一個樂米的時候 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中五中六過國際學校的時候 我真的脫離了 沒有聽廣東歌 叫入行之後 我發現廣東歌 有一些很微妙的獨特性 或者是很有它值得存在的價值 所以如果你問我 許廷鏗會有一個什麼品牌 我是希望真是可以很實在地去做一隻 屬於香港或者廣東的大碟 然後希望將這個力度去發揮到最大 我真是有些期望 希望我們香港的歌手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所以為什麼我身邊有這麼多的 所謂都是香港的本地僵的朋友 我們upcoming的 例如阿Mac 林養彤 例如坤哥 Joyce 小孝 我都希望真是可以造成一個勢力 令到大家 可能有些轉向去韓風 有些轉向去聽不同的音樂 其實我們香港本土 都有一些東西很值得我們去珍藏 當然要繼續努力 謝謝